要是在以前 马沙拉蒂算得上比较豪华的汽车品牌了 但是随着微商的兴气 小编越来越觉得马沙拉蒂成为了微商拍照专属款 逐渐的人们对于马沙拉蒂的印象就变得模糊 甚至这个品牌并没有让人记住那些优点 甚至最近又经历了致命打击 工厂停工销量暴跌和涨价 马沙拉蒂的花样作死 早在前两年的时候 中国的汽车市场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上升期 而此时的马沙拉蒂也赶上了好时候 在国内的发展如火如荼 在2016年的时候 马沙拉蒂在全球的销量达到了4.2万两 这其中中国市场就占据了1.2万两 可见中国的市场在马沙拉蒂的销量中所占的比例有多什么了 而2017年马沙拉蒂的销量又增长了21% 其增长的趋势可见一斑 但是之后有消息传出马沙拉蒂工厂停工 与此同时 马沙拉蒂在FAC财务报表中的表现十分超高 今年的第一季度其利润仅为11.4% 第二季度的净收入仅为45万亿元 相对于去年同一时间下降幅度达到了近50% 销量方面同样也是表现不佳 今年上半年全球的销量为1.72万两 相对于去年的2.51万两来说下降了31% 就对于马沙拉蒂来说算得上是比较正硬的打击 即使如此 马沙拉蒂毅然决然地推出涨价政策 并且全系车型的价格均上涨5% 其实这一行为让很多人觉得费解 不知马沙拉蒂是为了提升品牌形象 还是提高利润率 但可以肯定是在销量大幅下跌的时候 涨价这一做法在国内似乎是行不通的 马沙拉蒂销量下跌的最主要原因 还是品牌竞争力不足 品牌竞争力不足 马沙拉蒂销量暴跌还要涨价 针对其涨价政策 我们可以看出它对中国市场的不了解 未来能否再创辉煌还不好说